为了替代撤走的F-15CD 美国首批F-22抵达了日本加首达空军基地 要说这放在以前 这还真是有了这个绝对的优势 但是只要说对比一下珠海航展那边 美军就会发现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晚了 已经不是歼20的对手了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美国从阿拉斯加 埃尔门多夫 理查森联合基地的第三连队 调来了这么一批F-22临时部署在加首达基地 原本的在大约50架F-15CD 他们就撤回美国本土了 撤回去之后两年之内 就会陆陆续续的就退役了 美国空军就表示 对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进行现代化 是当务之急 将继续增强美军在这边的强势态势 加首纳空军基地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石 这地方我去过两三次 我参观过 这个基地非常的大 美国的很多飞机都在这边 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它的重要的作战机型 主要像F-15CD这些飞机 大部分都放在加首纳基地 这个是震慑地区对手 现在主要是对着咱们中国来了 向整个印太地区投射美军空中力量的重要的集结地 这是它的一个基石 但是呢 在我们中国两架歼20降落在珠海航展 并且以非常高的自信和少有的公开度做了展示之后 媒体就认为歼20的数量估计呢 已经有180架左右了 这个超出了外媒事先的一些评论和分析 而且美军意识到无论是从先进程度还是从航程等方面来说 F-22已经不是歼20的对手 外媒看到这个歼20降落在珠海啊 那可是如获至宝啊 因为这次的公开度非常的高嘛 以前都看在天上飞 这次飞着飞着四架飞着飞着有两架突然就降下来了 这就赶快就拍摄了大量的高清照片 他们在歼20的机身和坐舱盖上都发现了一些数字 他们就认为啊这时呢就是生产编号 从这些编号来推断呢 歼20的产量已经超过180架 甚至可能接近200架了 当然了仅仅凭这些编号 你也不能确定时期的生产和装备的数量 不过呢 成飞已经开始向贵州飞机公司转移歼10系列的生产线 看样子成飞以后就是要专门生产歼20了 而且很可能会增加生产线和加大产能 那么歼20的产量会快速的提升 而且从我们空军发言人所说的 说现在歼20啊 已经是遍布咱们东南西北中啊 执行战巡任务这些话来看呢 这歼20已经有了足够的数量 美国呢 它是应该很清楚我们中国实力时代快速的增长 知道啊在第一岛链之内已经没什么好果子吃了 所以呢 它就撤回在加首纳的这些F-15CD啊 现在部署过来的这些F-22也不再是长期的部署 而是临时性的机动部署 美国调整了它的整个空中力量的部署方式 它是放在美国空军全球的部署的这个体系之中 来增强在加首纳地区的啊 这个空中力量 而与此同时呢 美国就把日本推到前面去当这个马前卒 去当这个排头兵啊 让日本在前面去当炮回去 美国自己呢 这个往回撤 你看这个往第二岛链呢 或者澳大利亚那边炮 你看这两天 美国的B-52H战略轰炸机已经跑到澳大利亚去了 也就是说美国呀 从以前那种战术 直接的战术对抗 转为一种战略上的威慑 同时呢 对日本这样的马前卒呢 提供这种战略支持 美国调过来的F-22 确实提升了在加首纳的军事能力 我们呢 会高度的警惕 我们还会特别的去关注 美国这一系列的战略和战术的调整